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进行购买电影票 刷脸身份认证 远程控制等AI人机交互 此外运用深度学习图像识别等技术 推出了疲劳驾驶检测功能 外媒报道一款未发布的索尼信机现身GFXBench跑分网站 该机将搭载前置双摄 根据屏幕分辨率 这款新机并未采用当下流行的18比9全面屏 而是常规的16比9屏幕 从骁龙630等配置来看 应该是款终端机 该机将成为索尼旗下的首款双摄手机 预计会在明年MWC发布 三星刚刚公布的CES2018创新奖新闻稿上 出现了Exynos 9810 它是三星下一代旗舰处理器 基于改进IP和架构设计的第三代定制核心 基于改进型十纳米LPP工艺量产 并对马尼基7L MP20进行了升级 依靠自家的SCI互联网架构实现易购计算 网络性能上也得到提升 具备6CA载波聚合 支持4成4MEMO通道 下行速度可达1.2GBPS 这样的猎户座旗舰处理器 你觉得和齐宁打怎么样 极简用拉风 每天一分钟